是威靈 等一下男生要發肥 到底就直接丟致上 滑出去給他撿 這是我當他的意思 這個處理人意維的資料 給他吸引 好 大家好 我是屏 然後就是早上也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們很重視性別議題 然後性別議題也是 台灣應該要去重視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合作 就是可以做一個性別統計的資料庫 去整合這些資訊 那我們其實目前進度 就是等一下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主要解決的問題 是會整的性別相關的資料 就是我們有整理了一些資料 好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我們今天是簡單的搜尋一下 就是現在目前可以找到資料 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實中央政府 就還蠻多的 就可以看到 另外還有就是政府排放的資料也有這些 然後就迅速看過 然後我補充一下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整理的方式是因為 我們發現網路上關於性別的資料太多了 那其實連要做資料庫之前 整理資料的來源 都就是還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幾個方向來整理 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然後還有NGO組織 OK 中央政府的地方 其實主要就是行政院主技處 然後行政院信憑委員會 再來就是今天我們去抓了 data.gov.tw上面的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只放一個頁面 看起來很虛 而且之後也不利於搜尋 所以我就稍微寫一下程式 把就是有index的 這個列表書不列出來 那地方政府其實有 今天改憲力有提供 就是說地方政府其實有比較細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把高雄市政府 開北市、新北市 就是你可以看到 各縣市政府有關性別資料的東西 也全部列上來 那這裡面其實 我特別因為我是高雄人 剛好是資料其實比較完整 就是他們剛好是文化局 剛好是警察局的統計網這些 他們其實都有很豐富的資料在上面 對 然後今天大概說到這邊 然後後面NGO的東西 我們今天比較沒有時間去處理 但是希望就是 除了把東西列出來之外 希望也可以把裡面有條目的東西列出來 這樣之後至少我們要做 就是跟性別相關的 那個app或者是網站 或者是議題的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好搜尋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早上有預告過 就是我們之後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重視性別這個議題 然後女人民也會跟資訊局 在五月二十一跟二十二的時候 就是參考這部分的資料 然後舉行性別海客搜 這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討論 就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海客搜 然後歡迎大家幫忙一起補充資料 然後這樣大家以後 再討論性別一題的東西的時候 就有很豐富的資料可以使用 謝謝 好 謝謝兩位 欸你們有確定時間 五月二十一 二一二就是三密的下一周 好所以 然後 呃 再 謝謝 謝謝 謝謝